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牛说牛有理 熊说熊有理 到底谁有理 欢迎收看迎战齐全 我是专业齐全分析师 邱月良邱老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以上涨23点来开出 最高点就出现在一开盘的8点46分 来到10699 最低点出现在接近中午的11点27分 来到10631 今天整个高低圈仅仅只有68点 那么现货的成交量也不到1000亿 只有933亿 那么今天老师下的标题叫做 最后倒数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邱老师要下这么一个标题 我相信这几天这个横盘整理的行情 会让很多的投资朋友都认为说 最近的行情非常非常的沉闷 甚至觉得接下来可能 也是会出现这样的走法 但是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 你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根据老师在看这个整个技术形态来讲 我们可以发现到最近这几天 是不是低点都在哪里 各位今天的最低点在10631 昨天前天其实都有回测10630 也就是说在10630这个低点 来回测试好几次 没有破之后 他就出现一个支撑点 可是如果从上面整个技术形态 画一条线 你会发现到出现一个下降的趋势线 待会如果你不懂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技术形态 老师又把图形让大家看 简单来讲 他已经出现一个三角收敛形态 而且已经达到形态的末端的满足点 也就是说从技术分析来看 接下来这两天很有机会 会出现所谓大的行情 重点是能不能够把握这次的行情 非常的重要 因为已经盘整了这么多天 接下来一定会有大波段 但是不管接下来是看多还是看空 要怎么样把今天的行情变钞票 怎么样掌握住今天的趋势 我想才是最多投资朋友关心的重点 你可以看到今天老师的测标 如果你今天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 今天跟着我们进场 在早上开盘之前 你就能够掌握今天最漂亮的转折点 如果能够空在这个位置的话 你的操作基本上就是接近100分 那么究竟怎么样可以知道今天的高点呢 待会老师会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会员今天所收到的简讯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先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牛熊最前线 老师怎么样替盘市来做规划 我们看到第一个 美股创高后连两天拉回 但是幅度有限 形态偏多 第二个 台指10630为短线重要的支撑 未破前空单已谨慎 第三个 外资齐全多单减码现货卖操 操作转趋保守 第四个 台指的短分k出现下降形态 技术面压力见真 我们看结论 A50昨天率先回撤月线 带动台指走软 台股找盘开高走低 但是量能萎缩 波动率有下滑的迹象 短分k技术面出现三角收斂形态 除非入股再度重挫 台指下半场或有反弹契机 形态突破前 区间操作为宜 在今天早上9点31分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今天早上现货一开盘没多久 你就能够收到我替大家准备的 这个牛虫最前线 你是不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充分掌握住今天盘面上 所有的多空重点 包含了技术面 包含了筹码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 通通都在里面 不用再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看多的时候 就拼命去找一些利多的消息来看 有空单或看空的人 就拼命去看一些空头老师 听听他在讲什么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过去你只是在找尋 自己想要接收的资讯 基本上你只是在找安慰 对你的操作 不会有任何的帮助 你一定要知道 要当一个专业的操盘手 一定每天早上 要同时吸收到多空 两边不同的观点 这样子你才能做出最准确 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那么你也不用花太多时间 来找资料 把这个工作 通通都交给邱老师 你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动作 就是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A0800370888 小老鼠A0800370888 每天早上 现货一开盘 就会提供你独家的牛熊关盘重点 而且是完全免费的资讯 而且在接下来 下午收完盘之后 老师会整理所有盘后的数字 把它转化成图形的方式 让你在最短的时间 10秒钟就能够掌握今天 所有盘后数据的变化 甚至连明天的天气预测 通通都在里面 绝对是你操作的好帮手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牛杯杯的新闻 比预期提早 美国债务9月初恐将面临违约的风险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都晓得 川普在上任之后 他对整个企业 整个国家出现了一个大幅减税的动作 也就是因为税收大幅度的减少 所以造成市场原本预期 税收减少的情况下 可能在10月底到11月初 美国会面临到债务违约的一个状况 各位没有听错 美国也会债务违约 那么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去改善这个情况 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美国国会 再度提高他的举债上限 如果没有提高举债上限的话 过去我们可以曾经看过 整个美国的政府出现停摆 大家没有薪水可以拿 政府接近破产 可是这个时候 如果他能够提高债务上限的话 他就能够继续再借钱 国家就能够继续的运作下去 那么第二个方法是什么 各位第二个方法就是 把这个美元的汇率给压低 把美元的汇率给压低 把美元的汇率给压低 就能够减轻他的债务的一个什么 沉重的负担 如果你听不懂 没关系 老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来做参考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隔壁的老王 你给他借了10颗橘子 你说一年后我再还你这10颗橘子 结果一年到了之后 这个橘子的价格 如果是往下掉的话 你用9颗橘子的钱 可以买到10颗橘子 是不是它价格下降 那么这个时候你只花9颗橘子的钱 就把10颗橘子给还完了 各位 这个橘子就代表美元 如果美元走跌的话 对它的债务就是大幅度的减轻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到哦 如果美元走跌的话 对整个全球股市来讲 除了美国都是一个利多 因为你可以想象 从过去如果美元走弱 外资通常都会进来买超台北股市 因为第一个它可以赚会差 第二个它可以赚价差 所以呢接下来8 9月份 就要特别注意美元的走势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道琼指数的日线图 这几天虽然出现了回档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支撑点还没有跌破 加上下面的月线 还在下面出现一个非常坚强的支撑 甚至在拉回 这个地转折也是下一道的支撑 所以整个道琼虽然出现回档 但是下面非常多道的支撑 基本上还是有机会 做一个震荡往上攻的形态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 这是我们台指7月份的60分线 你可以发现到老师画的这条线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的关键价位 其实呢它跟过去一样 6月10号出现跳空之后 是一个横向整理 然后呢整理完之后 再出现一个跳空 6月19号跳完之后 又是一个横向整理 各位在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关键点没有跌破的话 接下来还是有机会再往上走 而这个关键点 就是刚刚老师讲到的10630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底部的一个支撑 再加上上面这个下降压力线 它现在其实根本就是一个三角收敛形态 而且已经到达形态收敛的末端 怎么讲 老师把这个地方通通把它画出来 这三个距离啊长度完全是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今天已经达到形态的满足点 所以呢刚刚老师有讲 接下来技术形态已经满足了 很容易出现大波段的走势 想要反败为胜 想要抓到一波大行情 这两天的投资朋友 一定要特别注意整个趋势的变化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 这个是台子的日线图 在这一波下跌的过程里面 出现盘跌的走势 但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整个未平常量 在这段时间也大幅度的下滑 减少了16872口 我常常在跟大家讲 未平常量它从来不代表多空方向 它代表是市场上的动能 这一波下跌的过程里面 未平常量不断的减少 从期货的筹码来看 基本上沙盘的力道 是相对是比较薄弱 因为越往下沙 大家通通都下车了 大家都下车 它沙盘的力道 当然也就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一定要注意整个未平常量的变化 那么另外熊妈妈也告诉我们 基金经理人他担忧全球经济衰退 这个担忧的程度 创下四年的高点 看好金价 各位投资朋友 这个新闻里面讲得非常简单 他说根据市场去调查 超过200家以上的 这个财富管理的公司 这些基金经理人 这些人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说 接下来在一年之内 也就是12个月之内 美国步入衰退的几率 已经达到45% 这是最近这四年五年以来 最高的一个水准 所以这一些基金经理人 基本上都已经不太看好 美国的股市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是NASA的日线图 刚刚我们看到 道琼是比较高档整理 但是NASA 现在却出现一个做头的一个迹象 这一点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因为NASA 它最主要是高科技类股 跟台北股市的联动性 比道琼还要来的高一点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A50 跟台北股市的一个比较 我们都晓得A50是 大陆股市 跟台北股市啊 它的联动性非常的高 从过去几次你可以发现 重要的转折点 几乎都是在同一天 整个形态上来讲 两边也是大同小异 甚至在1月15号的时候 这个重要的颈线被突破 同一个时间 台北股市也是突破颈线的压力 两边同时都出现一波 上涨的格局 那么现在 我们只要抓住A50的趋势 就能够掌握台股 接下来的多空方向 你可以看到 这是A50期货的日线图 在这个地方来回测试 没有跌破 这个重要的支撑之后 接下来就是一个跳空上涨 站上季线的一个走势 那么在这个地方 它也呈现一个三角缩链形态 再一次的跳空 各位跟台子非常像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连续两天都来回测这个月线 如果跌破的话 刚刚我们讲过 A50往往都是台股的领头羊 如果这个时候 大陆股市率先回党 对台北股市来讲 这就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美元指数的日线图 从今年1月开始 你可以发现 美元指数都是一个上升的形态 那么最近 上个月 美元走跌的时候 外资是不是大量的买超台股 但最近你可以发现到 当美元快速的反弹之后 外资是不是从原本的 持续性的买超 变成持续性的卖超 如果整个台北股市最大的买盘缩手 而且转变成卖超的话 台北股市接下来 要再往上攻的这个机会 相对就是越来越小 所以呢熊说熊有理 牛说牛有理 到底谁有理 老师要告诉你 实战才是硬道理 今天的行情是一个开高走低 但是呢 又是一个震荡 霞浮震荡的格局 今天最好的做法 就是能够空在最高点 有什么办法可以空在这个地方呢 各位当然有办法 这一条线就是今天早上 我们在开盘之前 所划出来今天的高点转折 这个地方叫做10697 10697 如果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你收到我们盘前给你的 转折的一个什么建议的话 你今天预挂空单 一开盘你就会成交在10697 那么守住30点的停损 没有打到的话 我们说过最后就是在1点钟出场 1点钟收盘的时候 来到10643 今天跟着我们抓到今天的转折点 在收盘的时候平仓 两口台紙就有98点价差的机会 等于新台币19600块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8点39分 会员所收到的讯息 都是在45分开盘之前 会员收讯后 预挂10697正负1点做空 106423正负1点做多 这个没有来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今天早上在开盘之前 我们的会员已经成功的 掌握住今天最高点的转折 所以呢 我们旗指当中的最佳工具 就是阴眼预判系统 每天早上开盘之前8点35分 胜负已定 掌握阴眼掌握关键 我相信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 喜欢买软体回去抓高低转折点 但是这个软体到底有没有用 我相信大部分都是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软体一打开 各位 它会给你5道压力 给你5道支撑 甚至有个给你10道20道都有 请问一下 到底哪一个是真正有效的转折 是不是要你自己去拆拆看 要你自己去连连看 就算你把老师 把他从电视请出来 你叫他挑 他也不会挑 他全部都丢给你自己 可是呢今天如果你是参加我们的会员 完全不会这样 因为呢每个人都是用开盘价来计算高低转折 因为都是开盘价之后抓到开盘价 随便加加减减丢出几个数字 让你自己去拆 但是呢邱老师的跟他们不一样 我们是在开盘之前透过大数据的运算 所以能够领先全市场 在开盘之前就抓到当天的转折点 如果过去你自己在做单的时候 往往方向看对了却没有赚到钱 因为赚5点赚10点 有时候想要多赚一点 又错过了最好的甜蜜点 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在开盘前 就能够掌握当天的转折 顺便你操作的绩效 就能够更大的一个什么 更大的进步 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让时光倒流啊 今天早上一开盘 当别人还搞不清楚东西南北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这条线 开盘之前就已经画出来 你也跟着我在这里预挂空单的话 在这里空单成交 你可以发现接下来不管你回补在任何一个点位 都只有赚多赚少的问题 如果跟着我们一点钟平仓的话 各位今天你不仅仅不会赔钱 还可以空在最高点 有98点价差的机会 甚至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昨天 昨天我们抓到的转折在哪里 叫10643低点做多 来我们看一下 8点38分 10643做多 10717没有来对不对 好我们再看 抓到一边就很了不起了 各位 我们7月5号抓到的高点叫10742 我们再看一下 8点40分 10712欲挂做空 来再往前面看 7月4号我们抓到的转折在哪里 10724 各位10724 当天最高叫10729 是不是几乎是当天的最高点 有证据 8点38分 10724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现在499吃到饱 一路挺你到封关 再加上好里188 如果过去 你找不到最漂亮的转折点 从现在开始 你有一个全新的机会 只要加入我们的会员 完全不用装任何的软体 全部走到哪里 收到哪里 通通都透过手机的简讯给你 所以呢 想要当赢家 一定要找专家 打电话进来 明天你就是赢家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到这部现场 亚洲投顾邱老师 一天一趟转弯收工 不留仓 不凹单 money money很简单 真正16年的旗指实战经验 一门深入精准分析 洞西路股掌握契机 是您不可错过的当成天堂 将专专业交给老师 把钞票留给自己 赢家专线 0800 370 888 赢家专线 0800 370 888 亚洲投顾邱老师 一天一趟转弯收工 不留仓 不凹单 money money很简单 真正16年的旗指实战经验 一门深入精准分析 洞西路股掌握契机 是您不可错过的当成天堂 将专业交给老师 把钞票留给自己 赢家专线 0800 370 888 赢家专线 0800 370 888 A50指数天天A50点 各位投资朋友 这种老师看在节目上 跟大家介绍A50指数 越来越多的朋友 加入我们的行列 而且又充分的感受到 A50啊真的是一个 非常适合当充的商品 如果你还不了解 如果你还在观望 你只要记得几个重点 做A50要不要再另外开其他的账户 完全都不用 用你现在做台子这个账户 马上就可以进场 那么第二个 做A50要不要换外币 换美金换人民币 通通都不用 用你手上的新台币 就可以直接下单 那么第三个 做A50的时间 会不会很长啊 完全都不会 你只要跟着我进场 最慢最慢 我们在中午12点 都会打完收工 绝对不流仓 绝对不凹单 不会让你有跳空 不保证金的风险 所以呢如果你过去 我知道有很多投资朋友 都是透过所谓ETF正一反二 来操作整个中国股市的波动 但是你要想想看哦 在下午的时候 最近行情波动是越来越大 往往下午的时候 猪羊变色 而这个时候你想要出场 赚钱的人想要出掉 出得掉吗 出不掉 因为一点半我们已经收盘了 台北股市已经收盘了 你这个赚钱单子出不掉 甚至呢如果行情不对的时候 你想要偷跑 想要先走 想要停损 你也砍不掉 而如果隔天又一个跳空 一定会让你哇哇叫 所以各位 最好的方式 想要百分之百联动大陆股市 就是透过A50指数 那么如果你想要快速的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就是加入我们的A50特战队 我们A50特战队 条件成立马上出手 当日冲销速战速决 千锤百炼 战力十足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A50开在平盘附近之后 来回上下的震荡 最后还是一个盘跌的一个行情 今天的行情感觉震荡幅度 比较慢一点 但是呢还是要找到正确的方向 才能成为赢家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在9点40分的时候 13495的地方 通知所有的会员进场放空 老师要特别强调一次 你所看到的这个进场点 都是我们会员当天的唯一一次进场 绝对没有第二次 也没有第三次 因为呢不会像其他的老师 第一趟被扒了赶快做第二趟 第二趟停损的再给他拼第三趟 反正是你的钱不是他的钱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一定要拼到一趟赚钱呢 他才能上节目表演嘛 每天在电视上笑呵呵 每天大赚 但是会员啊心里在堂血 各位如果你过去遇到这种老师的话 你现在有新的选择 因为呢 老师可以跟你保证 邱老师在节目上所讲的 绝对跟你手机上 所收到的进场点百分之百一样 而且一天只做一趟 绝对不会有第二趟 那么今天啊 跟着我在这里9点40分放空 1013495 守住停损50点之后 刚刚讲过 没有打到停损 最慢在中午12点的时候 打完收工 12点来到13430 今天在这里成交了5口A50 保证金只要新台币15万 在这个地方平仓啊 用这15万你就赚到了325点的一个价差的一个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 早上9点钟 这个是我们早上发给会员的 会员收信后预挂 要出价13577 执行价13575做多 各位另外一边是 出价13492 执行价13495 今天我们做的是突破策略 如果突破13575就做多 跌破13495就放空 所以各位今天是不是往下出现了跌破 所以呢我们的会员 在今天早上9点钟就已经掌握了今天最关键的多空关键点 各位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个进场点每天的行情 对你来讲都是小菜一碟 你也不用去了解A50的技术面基本面 全部都不用 你今天只要看得懂中文 收到折讯之后按表操课 你只要看得懂国字 都可以跟我们的会员 跟我们会员成为今天市场上的赢家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A50啊 他的胜率啊会高过于台子旗 你可以发现到 两边的走势非常的类似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再大的差别在A50 今天的震荡区间有142点 台子旗只有68点 两边的震荡很像 但是呢幅度大大的不同 我们都晓得做期货当冲 我们不需要选边站 我们只要有波动 就可以找得到进场赚钱的机会 而波动越大代表机会也就越多 而A50百分之百符合这个高波动性的一个特色 所以当冲天堂A50一次十口效果显著 一天一趟控制风险 跟着我操作一次十口单 保证金最多只要新台币30万 如果你现在手上股票套牢的人怎么办 你不用去砍他 你只要拿一部分的资金 跟着我做期货当冲 你每天都有进场当赢家的机会 每天都有机会看到新台币 这个时候是不是对你来讲 每天都不需要去烦恼股票要不要走 你只要跟着我做期货当冲 你每天都有机会赚到钱 而且一天只做一趟严格控制风险 我们来看一下 从6月份开始老师把每一天的胜负 全部通通都登记在上面 我们跟着我做总共20次的输手 拿下14次的胜利 而且你只要每天赚50点就跑的情况下 极简单单基本50点 赚50点就走 各位 光是这6月份你用30万跟着我做 就有机会赚到12万的一个什么财富 而且老师每天都在节目上公布我的进场点 我相信全市场没有一个老师做得到 大家都是一边讲股票一间讲期货 股票有表现就讲股票 股票做不好再来讲期货 如果过去你遇到这种老师做不好 是应该的 因为呢三心两意 如果你想要当一家 一定要找真正的期货专卖店 老师是期货专卖店 绝对不是杂货店 想要当一家 一定要找专家 现在499吃到饱 一路挺你到封关 再加上好里188 要成为赢家最快的方式 就是直接加入赢家的行列 把电话拨通 明天你也是赢家 再会 听呼听自负 口吃风险